中国船舰入侵台湾该如何来应对呢 美国印太司令证实 美军近期悄悄试验的致命无人作战载具概念 地域景象就是针对台海 一旦发现共军舰队开始渡海 便快速部署数以千计的无人机舰同步攻击 让他们感到相当痛苦来争取全面反击时间 中国大陆船舰步步进逼骚扰台海 更有快艇长驱直入淡水渡船头 五国海防受了严峻挑战 一旦共军真的发动攻势 美军也不排除会有动作 华盛顿邮报刊登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受访内容 正是美军近期试验的致命无人作战载具概念 地域景象就是针对台海的策略 目标是如果发现共军入侵舰队开始渡海 便快速的部署数以千计的无人潜艇 无人水面舰艇和无人机同步出击 让台海成为无人地域 为台美和伙伴部队争取全面反击时间 强化海空的防卫力量大量生产雄风反舰飞弹 以及天空防空飞弹 共军组绝在台湾海峡 不让它登陆 防卫的成功几率就大为提高 防伴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政贺力 也是很大的贺阻力 我认为不仅我们会采纳 而且我们应该还要扩大 美国从乌尔战争中吸取经验 协助台湾发展不对称战力 让共军犯台机会大幅降低 但战术要成功 还有赖于国防工业生产 委员质疑美国对台军购 遭付长期延宕 金额至今更逼近200亿美元 明年跟后年是我们军头的 互管的高峰期 我相信这个金额会大幅的下降 共同生产的这个方向来进行 国防也程序加强无人基建战力 有望成为重挫共军 进犯台湾以大力气 就恒恒越大腿不动